第一胎 大家都說第一胎照輸養 就即便我們是學營養人 也是正經 就是全面戒備 就覺得要好好餵 很怕小孩營養不良 所以我後來回想那一段 我只要在餵小孩 吃東西的時候 那個臉是很肅殺的 就會眼神透露出 你給我吃 對 你給我吃 你的臉是 我覺得我後來回想 因為後來我再問說 因為他就這個也不吃 那個也不吃 可是他活動力又很好 所以後來我覺得 我這樣餵他的時候 他就會 應該是我當時的臉嚇到他了 就是那個眼神透露出 你就是應該要把他吃完 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我們在醫院 在那個尤其冠食病人 我們每一天都會計算 他的intake 就是每天吃進去的 還有他的排出量 所以我記得我在養第一胎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 奶量什麼 每一天這樣子照這樣紀錄 所以後來我記得我有一個學長 他是一個腸胃科醫師 他的兒子跟我女兒 就差不多差兩個月 我們就覺得那一艘船來的小孩 就很特別 就是一模模一樣的靜陶 就是很早夜奶 很少就開始對於食物 吃的量非常少 那他是一個腸胃科醫師 他就說他那時候要非常忍耐 才不把他的小孩放比胃管 因為他覺得小孩吃的太少 我說 喝力嘎 強迫罐食 對 他說他要非常忍耐 因為那是他每天的工作技能 我就覺得 喝力嘎嘎 我沒有會這個技能 要非常忍耐 所以當時家長會很焦慮 焦慮的時候我們那個表情 都會影響到小孩未來 對食物的接受度跟盛食行為 那說 結果呢 結果你說你有一次去 帶孩子去看醫生 醫生怎麼說 我覺得有時候人學什麼東西 做什麼事 其實都是上天給你的功課 這個孩子就很折磨 就是從開始驗奶 三個月開始驗奶 後來餵副食品的時候 他看到你拿湯匙 他就嘴巴就蓋住 就很害怕 然後再來 後來到大概兩三歲的時候 因為我個子本來就小 所以我的小孩其實也 生下來就兩千多 其實也是小小隻 可是他去健兒門診的時候 我們都會量那個身高體重 所以他大概都是在 3%到10%這樣的孩子 就養的是小小的 後半端 後段班 後段 對 他就是後半端 可是100個小孩 總有排第一個 總有排最後一個嘛 所以其實理論上 我們應該看他的斜率 他是不是如果 他都在3到10 那他其實按照3到10 這樣漲其實是正常的 我們比較害怕就是 他本來是75 突然掉到25 這樣突然一個斜率改變 我們覺得這樣比較 比較異常 所以他其實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我也一直還蠻 除之泰然 可是那一次去 看健兒門診兩三歲的時候 那個醫生 量完之後等第二關進去 然後醫生就看到 就說手冊就這樣看 媽媽你那個小孩 太小只有3% 你要去看一下營養師喔 我就看他 我就還套套耳朵 想說你說什麼 他說我們醫院有個 營養諮詢門診 你去找營養師看一下 我為什麼小孩這麼小 你要告訴他 你們營養師是我教的 那時候我還年輕 那時候還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我就說我就是營養師 然後醫生也帶著 他就翻病 說你是我們本院的喔 我說對 而且我是看小兒肥胖的營養師 對那時候我們跟一個 小兒新陳代謝科的醫師 完全在看 晚上我們大概就是看很多 小朋友那個肥胖代謝症候群 甚至小朋友胖到 幾乎已經快要得糖到病前期的那種 然後我就說 我是你們小兒科 專門看肥胖的營養師 他就說 那你煮東西一定很難吃 其實那一次喔 對媽媽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挫折 就即便我今天是不是學營養的 這當然是我的人生功課 對我來說是雙重打擊 一個是媽媽的一個打擊 就覺得孩子沒有照顧好 再來就是一個營養專業的過程 那我自己在養孩子的過程 我覺得後來我在這幾年開始 孩子上小學開始做便當 我覺得就從這件事情裡面 我覺得做飯其實不只是給孩子吃 它其實在餐桌上 我們營造了很多的 不同的生活的記憶 包括像剛剛志偉哥說 他給小孩做那個焗烤 我覺得那可能就是 未來孩子在思考的時候 我爸爸帶給我什麼 那就是他的人生代表作 對 偶有家做 然後還有菜 偶有家做 搞剛的代表作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有小兒科醫師後來 不是這一個說我煮飯很難吃 就有別的小兒科醫師 很好的朋友 他就跟我說 你應該把你每天做的菜 照相 分享出來 因為我覺得其實分享家裡餐桌 其實很害羞 因為它其實反映了什麼 反映了你的飲食習慣 甚至反映你們家的經濟狀況 你的品味 其實都會在餐桌上 對人家吃雪雲 鬧鬧鬧 你要整個便當全部都送入 對 因為便當其實它藏了很多事情 像小時候家裡有時候 像我媽媽 職業婦女 她要照顧生病的奶奶 有時候很忙 我記得我媽媽曾經有時候 很快帶一個便當 就是白飯跟一條香腸 然後我那一天好死不死 我的便當被同學拿錯了 我就奇怪 在那個蒸飯箱裡面 找不到我自己的便當 就突然就看到 那邊有一群同學 就圍著一個同學 那個男生打開了我便當 就說 這誰在便當啦 就一根香腸跟白飯 就叫便當喔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我的便當被拿錯了 那妳沒有承認 有 我就去趕快把它蓋起來 跟它抱走 我就趕快把那天把便當吃掉 所以我後來開始做便當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不只是做給孩子 其實也是做給當年的自己 妳要去跟他講 這香腸裡面全部都是 媽媽的 那時候妳就會聽到 心裡小孩其實已經構成 因為敏感的孩子 就會覺得 妳就會聽到同學說 班長是在拽什麼啦 平常班長的便當原來是這樣 妳就會覺得好像有那樣的聲音 會有那種受傷的感覺 所以後來我自己覺得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包括後來養這個孩子 給我很大的人生挑戰 就是開始厭食 開始3% 10% 我覺得那就是 我會更體察 一般來門診的家長的心情 所以後來我就會在IG 或是在臉書做一些便當 那其實 妳這個是為了秀而秀 還是說妳這真的是給家人吃的 這是孩子的便當 給孩子的便當 對 就是後來我本來就是自己做 然後後來就有好朋友 就有小科醫師跟我說 那妳就分享出來 因為真的很多家長想知道 妳到底給小孩吃什麼東西 那有什麼菜 來看一下鏡頭 這個很簡單 這譬如說大致上 最左邊的黃黃是什麼 這是高麗菜 然後青花菜 然後這個就是 梅肉片炒洋蔥 然後跟一個魚塊 魚塊其實就切塊之後 抓一點炸雞粉 我就會放 像現在我有水波爐 所以我就用炸雞模式 就稍微烘烤一下 或是現在很多人有 什麼氣炸鍋 它其實很方便 所以其實這樣一個便當 我一個晚餐做起來 大概40分鐘以內 30分鐘到40分鐘 速度很快 就大概三 是高麗菜 妳蒸了不會不好吃嗎 其實還好 所以我在帶飯的菜 我會先撈起來 它的熟度會跟我上桌的菜 會有點時間差 下一張 對 然後這個也是 其實都很簡單 像我講的菇類或者是 把它弄好 對 像 一樣是白菜 然後像這個秋葵 就是鹽群稍微抓一下 燙完之後稍微抓一下 像這個菇類會在湯裡面 那下面這個飯其實是吹飯 就是菇類跟菱角 就做了一個吹飯就弄起來 很健康 所以很快 這個也是 做的到底好不好吃 你下次要不要帶幾盒櫃 沒關係 像這個是蝦仁炒蛋 蝦仁炒蛋青菜 所以大家可以大概看我的比例 大概就是一半青菜 一半的蛋白質 所以大概就是三個菜左右 所以大概三個鍋 其實很快 所以一盤菜 鮭魚 裡面就是烤鮭魚 然後這個是炒了一個 這是一個紅菠菜 現在有紅菠菜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這是一個白蘿蔔燉肉 那我就把白蘿蔔另外盛出來 然後肉在一起 那蘿蔔就會滷滷滷這樣子 所以其實感覺 其實它只是三個菜 可是你盛盤的方式 也會讓餐桌看起來很豐富 你用一個都把菜餐給